作案子 需要被看到 它需要更多的attention 我覺得它是一個典型的 司法正當程序底下的犧牲者 有時候權力展現 可能是展現在 你不是那麼重視 事實 或是你可能有一種漫不經心 因為你不會被質疑 因為你就是這個地方的老大 大部分我信不信 我信不信不信 我信不信不信 其實我信不信不信 因為講太過 講太過 我一次一次沒有人理你以後 就會放棄 你就不講 事實上很多冤案的主角 他本來可能也是被這個社會 看成是 奇特比納 他們可能有過前科 那這種冤案救援起來 社會老百姓一般對他們的那種眼光 本來就會帶著疑慮 然後覺得你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做的壞事也是比較有可能的 甚至會覺得 就算冤枉你也不算太冤枉了 在這個案件裡面 我認為這個戲劇指出了這個系統性的情因是 檢方的疲憊 法院對於正當法律程序的忽視 對於舉證責任跟證據負擔的忽視 以及對於被告 他本人做一個人脈絡的忽視這件事情 剛剛檢察官說我有前科 所以我再怎麼講 也沒有辦法把這個印象從你們 腦海裡拿掉 就好像我臉上 有一個刺青一樣 壞人 可是前科也是事實 那個我不能否認 也許你們會很想判我有罪 因為這個案子只有兩個警察 而我就是壞人 檢察官講了好幾次 說我畏罪前逃 所以這個案子才拖了這麼久 各位法官 你們知道我那時候為什麼要逃嗎 因為我知道你們會這樣看我 你們可能偷偷在想 反正就算冤枉 因為一個壞人也是剛好而已 王幸福案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案件 那它有一個特別特殊的困難就是 它不符合我們一般人對於冤獄平反的想像 它是一個有前科的黑道的角頭 那這一點使得這個案子在推動上面有非常大的困難 可是對我來講 這裡真正的重點在於國家的權利 國家有沒有在判決裡頭提出一個可以說服我們的理由 每一個人去把自己放在這個思辨主體的這個位置上面 去思考你現在看到的這些證據 能不能夠讓你很有把握的判斷說這個人犯了這個罪 然後我要把他判死刑 最後我想 serious зах變成的 結果會感到順德 尚 Ground 背投射 やって他們這五個座 站在街上